龙袍 此袍妇是乾隆皇帝的皇袍 龙袍属于吉伏袍类或半正式的便袍 半正式的便袍季 清朝皇家法律规定 让皇室成年以官员 可用在一般仪式之不是盛大仪式 例如平时在清宫正殿的上朝 夜晚的宴会 生日宴会 结婚宴会 理由或一般工作之不是清朝很重要的仪式 在这以前的清朝初期 顺治帝还没有美丽的龙袍 到了康熙时 任宪皇太后开始设计龙袍给皇帝使用 温宪公主也渐渐长大 因此正在用棉布做的棉袍 以作为便服用 即一起设计各种不同的花纹 之后 许禄皇子进来 接续工作 制作成龙袍最后与乾隆初期 具有了完整的花纹 至于皇帝的朝服 测有其专门的颜色 既鲜黄色或明黄色 因为有人怀疑 为什么皇帝的朝服使用鲜黄色或明黄色 周超时候 皇帝的朝服喜欢以红色为主 因为红色是夏季的颜色 南部的颜色 即阳气的颜色 表示盛大的能力 后来泰国统一驻国成为其帝皇 其始皇帝得到阴阳的知想 加上五行思想 即土 金 水 木 即火 即用来决定其朝服的原则 为了要表现其强大威力超过已经败落的周朝 有如将水破于火上 陛下喜欢用黑色为主 因为黑色是鹰的力量 即与水形有关联关系 红色为火形的颜色 一定会败给水 因此发现秦朝皇帝黄袍为黑色 其花纹及附件为红色及金色 此传统 被应用即很少有改变 不管在汉朝三国时代及普朝 如所建于图画里 至于黄色 从隋朝开始就一直受欢迎 据根据古时代神话有关皇帝的黄袍 即会定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袍服 到了清朝 虽然管理城市满洲人 但也已熟悉了龙袍 因为存得到皇帝的赐给 即从明朝皇帝的贡品 清朝皇帝因此 厌用黄色黄袍的传统 但在某些特别的仪式也会穿别的颜色 例如祭天仪式时穿蓝色 即穿黑色黄袍于上朝 即避暑于燕和原石等等 清朝所避免的袍服颜色是红色 因为是明朝的颜色 清朝皇帝只在祭祭 菩萨 春天季节 及婚礼仪式 才使用红色 您可参观三国保障中心 99母山 康海分区 和爱区 送卡 联系号码 099397 9497 099397